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九节 前行后水的众人 喊着说 和撒娜归于大魏的子孙 和撒娜原有求救的意思 在此乃称颂的话 奉主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和撒娜 和撒娜原文的意思有救命 请救我的意思 而成为一种崇拜仪式的祈祷 所以他们在逾越节都要唱 诗篇一百一十三到一百一十八篇 是每一个以色列人所熟悉的祷词 这样的请求 渐渐的演变成欢呼的表达 含有你有大能 唯有你是佩德的意思 这个词跟哈利路亚一样 后来成为敬拜仪式中的称颂语 大魏的子孙是一个专有名词 指的是弥赛亚 他的国 他的国位是无穷尽的 神曾经应许大魏 他比坚定大魏子孙的国位 直到永永远远 民众称耶稣为大魏的子孙 证实了他弥赛亚的身份 只是耶稣并不是像犹太人 所期望的那位政治性的弥赛亚 他不是要用武力来拯救以色列人 乃是牺牲自己 为人赎罪 来拯救一切信他的人 这才是我们要欢呼赞美的原因 但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赞美欢呼 来迎接这一位和平的君王 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 家庭教会中作王掌权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奉主名来的是指君王 君王常常于节庆的时候 走在队伍的前面 像耶稣进城的时候一样 那么马太在这里把意思变作 耶稣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和撒纳 高高在上的只有一位 就是神 耶稣降生的时候 天使高唱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这一切都是指着因 弥赛亚的来临 而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神 愿那些天使天君 也从天上高唱和撒纳 和撒纳不只是祷告 也是赞美 他一方面呼求主的拯救 一方面送赞主的拯救 主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 众人以赞美的呼喊 迎接他 让主以得胜者的地位 进入苦难之中 今天我们信徒们 面对苦难时 若能够以赞美作为后盾 必然在苦难中得胜有余